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BIS是由两个国家之间签订的国际法协议 旨在促进和保护双边投资 这些协定通常规定了投资者在一个国家内的权利和义务 以及该国政府对外国投资的义务 BIS的目标包括鼓励直接外国投资FDI提供投资者保护降低政治风险和促进经济合作 以下是一些关于双边投资协定的关键信息 投资者权利 BIS通常规定了外国投资者在另一国内的权利 包括财产权、公平和公正对待、合力赔偿、免于歧视等 这些权利旨在鼓励投资者的信心 并降低他们在外国投资时面临的风险 争端解决 BIS通常规定了双方如何解决可能出现的投资争端 这通常包括仲裁机制 允许投资者和国家之间通过独立仲裁解决争端 而不必通过国际法院系统 国民待遇 许多BIS规定外国投资者在受投资国内应受到与该国国民相等的待遇 即国民待遇原则 最惠国待遇 一些BIS规定外国投资者应受到不低于任何第三国投资者的待遇 即最惠国待遇原则 投资者国最惠国原则 一些BIS规定国家应给予外国投资者在本国国内与其他国家相同的待遇 即最惠国原则 财产赔偿 BIS通常规定 如果外国投资者的财产受到非法剥夺或损害 他们有权获得合理的赔偿 解除政治风险 BIS旨在降低政治风险 包括政府的政策变化 国有化和歧视性措施 协定范围 每个BIT都有其特定的协定范围 通常包括哪些投资受到协定保护以及保护的条件 BIS在国际投资法中起着重要作用 为投资者提供了法律保障 促进国际投资和经济合作 然而 他们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因为他们可以限制国家政府的权力来制定和实施政策 以满足公共利益和社会需求 因此 BIS的谈判和实施需要谨慎权衡国家主权和外国投资者的权益